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2年5月22日 星期日 大家都知道 加密貨幣是一項很高風險的投資 最近出現了一場 大風暴 加密貨幣 其中一隻是有一個穩定的加密貨幣 跟 美金掛鉤 一對一 突然間出現大跌 另外一隻 Lunner的幣 這個更誇張 是跌了99%之後再跌99% 即是說 只剩下0.01% 一萬元只剩下一元 所以跌到很離譜 我當時 即時的反應就是 有沒有得買 我也打算買一些 結果 是搞不定的 因為 之前我也開了過Bitcoin戶口 即是加密貨幣戶口 因為去年 其實也可能是一個騙案 網上有些 比較舊的港鈔 有人就放上 Facebook那裏賣 我聯絡他 自稱是一個澳洲人 他說 是坐輪椅的 沒腳的 我看到 港鈔很漂亮 六條八旺 我很有趣購買 然後他就說 很便宜 一大堆購買給我 我一次過購買 10萬元 九萬幾十萬元 一次過購買 然後他就說 他不相信銀行 一定要收加密貨幣 那我就去開加密貨幣 我不認識 我就找了親戚幫忙 找了親戚朋友 幫我開加密貨幣戶口 當時 就傳了幾百元 先傳了三百元 試一試 然後就可以買到Bitcoin 最終當時就買了Bitcoin 打算跟他交易 誰知道 他就要我給他一條link 給他一條key 我問過我的親戚 這個是不是穩不穩妥的 他說 不穩妥的 你這樣給他一條key 他可以隨時拿走你的錢 我當時 漁夢初成 漁夢初成是怎樣 原來他的目的就是想拿我的key 想偷我的東西 想偷我的錢 這個人 原來他block了我 看不到 因為我發覺不妥了 我不可以給他一條key 給他一條key 你就可以偷到我的錢 然後 我再看他 又在 繼續在Facebook上發帖 是一個澳洲人 他聲稱是澳洲人 我覺得也未必是 可能是香港人 因為 他也有些人民幣 即是五三年版 蘇聯版 五三年版的人民幣 有三元 十元 即是大帽子 直版 我當然很有興趣 最終 我覺得這是一個騙局 他賣的價錢很便宜 純粹 就是想騙人 騙人 入錢給他 他也 還教我 去香港 哪個地方 入錢 在一個加密貨幣的基金 就可以跟他交易了 那麼我覺得他那麼熟 我覺得這個人應該是 假帳號來的 我覺得他可能 在香港也未必 所以大家看到 有些網上特別便宜的東西 也要小心 可能是騙人的 收拾 當然你錢給了他之後 你就找不到他 另外 我就想說回這個加密貨幣 最近衍生了這個Lunar 大跌 因為我開了這個加密貨幣戶口 然後我就想買 但是我買不到 原來那個戶口只可以買 比特幣 如果你是買比特幣以外的東西 你另外申請 又要提供你的入息證明 很多銀行戶口 我已經發了銀行戶口 他又要我再提供這個入息證明 他又要我再提供這個入息證明 那麼麻煩 這個Lunar幣 當時是跌到 0.0000 我記得是四個零的 但是在後面多少 我也不記得了 總之零小數的後面是四個零的 最近反彈上去了 只剩下三個零 已經升了十倍了 如果當時 如果我打算買一萬元 其實不會買得多的 最多是買幾千港幣 可能一千磅 五百磅 輸了 你覺得輸了就算了 如果當時買下去 我想也會賺十倍 一千磅 可能會賺一萬磅 現在升了10倍 因為 小數點後面是四個零 變了三個零 是不是升了10倍 可能是20倍 不知道 但是 是不行的 買不到的 真的很麻煩 那麼我 又有開那個 IG account IG 又是要你證明你是一個專業投資者 怎麼證明 那些問卷又不是很懂得回答 最終 是買不到的 也是搞不定的 因為 我看到 上個星期的報紙 他說 有一個投資了 200萬 美元的加密貨幣 只剩下50美元 然後記者實測 最低用10美元 就可以買到 當時過億的加密貨幣 即是Lunar 你想一下那個跌幅多大 他當時買到10美元 最高的市值是 值過億的美金 你想一下 跌到渣也沒有了 所以 加密貨幣的確有一個風險 怎麼會跌得那麼厲害呢 先跟大家說說新聞 說之前 記得支持六部曲 按like 點擊廣告 建設性留言 社交媒體share 通擊五毛 訂閱我們的Patreon 以及星期二日報 後面頻道 月費贊助 他 報紙說一個 加密貨幣大屠殺 Lunar幣 慘跌99.99% 很多外國投資者都損失慘重 其中有一個YouTuber 他三四日內 他投資了接近200萬美元的Lunar幣 慘了 跌到只剩下50美元 另外一個YouTuber 也是很有名的 加密貨幣投資者 叫KSI 亦損失300萬美元 有些人就說 他其實很幸運 為甚麼呢 因為他有很多錢 他這次損失很小 他只是損失了不足1%的資產 即是他有幾億美金的資產 你真的有幾億美金的資產 你拿幾百萬來玩 輸了你也起碼 不會傷身 我們看到 高燈也好 年燈也好 有人炒這個幣是輸身家的 輸了幾百萬 當然是不是真的呢 我沒有考究 但是 加密貨幣的確是一個 有一個很大的風險 當時 Bitcoin流行的時候 1000元 1000多元的時候 我都覺得是否有很大的風險 當然不會玩 真的不敢玩 現在 我們之前做過一節節目 分析過加密貨幣 是會暴入熊市 是早過 這個幣爆布之前已經說了 為甚麼當時這樣說呢 其實就是因為 美國聯儲局收水的關係 美國聯儲局收水 其實就導致加密貨幣大跌 中間有一個關係的 就是因為 太多的資金在市面上 全世界都充斥著那麼大塊的熱錢 像斷萬億美金的錢 這些熱錢沒有地方去 除了炒股 炒爆資源 炒很多東西之外 加密貨幣也是這些大量資金的追逐 prophecy 炒多多次 就是他這個升幅可以當時很大 當時你買以太坊 以太坊$200 3百$200 1 炒至 guided 現在是否有十多倍利潤 比比比特色比比特色更厲害 比比特色更厲害 比特色比比特色更厲害 比特色多年前我們認為之前 比特色也不認識的時候 當時貝金磕1,000美元代入嘛 升了六十多倍 當然不是理財 不是理財 ถ你們 Lorbecl diggr15000美元代入 當時貝金也有不少錢 我想如果不懂得玩的話 最多買一千元美金 七千元 八千元 輸了就是八千元 最多買一個 你不會賣那麼多 除非你不是有過大把錢的 我買一百個 10萬美金 78萬美金 你大把錢就是了 你玩一下 可能買一萬幾千會 最近 最近原來 在幣圈 也損失慘重 其中一個Mike在Twitter的換約投資者 他在Twitter的換約投資者 他說損失高達1億美金 他是LUNA的大好友 甚至乎 這個民生也是民主LUNA 他們其實不約而同有感覺 就是加密貨幣 會有一個大紅市出現 現在基本上是在走紅市 甚至乎 這個 叫做Coinbase 加密貨幣最大的平台 也股價大跌 曾經一度成為華人首富的Coinbase 老闆是華人 一度他的身家 當時最高市值 甚至乎超越了 鍾嚴嚴 成為華人首富 現在跌回來了 跌了八成 最近很多人爆煲 不單止是外國 連大陸很多投資者也是 因為其實Bitcoin大陸人很熱衷去炒 原因是可以把錢走到 我們之前已經接觸過一些 幫人走資走錢的 他們也說 主要是用Bitcoin走錢 因為Bitcoin當時世界成型 當時世界成型 買入賣出 當然了 中間有時候可能那個抹價會很大 跳得很厲害 但是 但是 他們站在 走資 他們也制得過 當然就是犯罪 例如剛才我們開場的時候說 那些是詐騙 網絡詐騙 是很多時候 是用Bitcoin交收的 他們偷了那條Key 你也不知道去哪裡找他 所以 當大家處理一些 大家不熟悉的時候 盡量小心 要謹慎 加密貨幣 原來是可以那麼容易被人偷錢的 所以 大家要小心處理 好 這節我們暫時先說到這裏 拜拜